而中国的防疫政策虽然松绑了 但是紧接着面临了配套措施 因应不及的一个窘境 而且出现了药物短缺的一个状况 而中国官媒北京广播电台 有一个女记者 她发烧38.2度 却被收治在医院里头去住院 而且她手上还可以拿到各类的退烧药 这个影片一公布之后 现在引爆了民众的怒火 纷纷要她这个让出病床 而且痛批她刷特权 不说还以为是网红的Vlog影片 结果竟是北京广播电视台 记录年仅28岁的官媒女记者 发烧38.2度就被收治到医院 还拿到各类退烧止咳药的宣传影片 无故中国当今社会观感 大批民众顶着零下低温 排队数小时也看不到医生之际 眼睁睁看着记者 有医师看有药可吃 还有病床可躺 无疑是在民院上火上浇油 被狠酸宣传打翻车 以自己的这个经验来介绍一些东西 就说明我这个阳性的这个 这段时间还是有那么一点意义的 民众上网发现怒火药 女记者让出病床 更痛批这一系列操作就是特权 中国官媒赶紧将影片下架 中国在白纸运动后急速解封 但医疗量能严重不足 封控期间无法就诊的患者 和新出现症状的民众 瞬间塞爆各地医疗单位 多家中国传媒更报道 光是在首都北京急救中心 每天报案电话高达三万多通 完全超出急救中心负荷量 排挤到重症危急病患需求 显然中国恐怕没能力迎向解封 医疗资源短缺 中国不只掀起囤药潮 民众也开始疯抢N95口罩 价格也水涨船高 大约是防疫松绑前的 1.5到3.5倍不等 能否靠着买买买撑过疫情高峰 恐怕这个冬天不好过 三星文有海轩报道 有个大伙伴